为了培养学生尽心惜福的品德 龙井区的龙峰国校 尝试将茶与诗来作为学校的本会课程 经过一年的公司规划 这一天是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特别邀请到学生家长跟地方名义代表 来共同参聚 希望结合着传统中华茶饮文化 以及经典文学 来稳定学生们的情绪外 并在前一幕化当中 来培养尊实重道与伦理道的观念 烫杯 上茶 投茶 冲水 每个小小茶医师展现十足的专业架势 为了培养学生尽心惜福的品德 龙井区的龙峰国校 尝试将茶与诗作为学校本位课程 经过一年的构思规划 这一天举办成果发表会 特别邀请学生家长与地方名义代表 共同参与 那茶道课程呢 这就要让小朋友学会三个态度 第一个就是能成敬 懂尊敬 爱干净 那我们透过茶道跟诗词吟唱的落实 让小朋友把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升值于内心 然后透过茶道的成敬表现 让小朋友能够静得下来 提升学习的成效 校方表示 奖品的教育与茶艺文化结合 希望教导孩子在一杯茶当中学习自省 安顿心思 让学童借由茶艺静下心来 透过中华茶艺文化与经典文学的结合 希望在浅移默化当中 培养尊师重道与伦理道的观念 要先把湖盖打开来 然后环式平扣 然后敬礼注水 有分满 让心可以静下来 可以慢慢的泡茶 品尝茶 其实我觉得就是做中学学中做 那其实校长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让小朋友们能够实力的去操作 而不是只有看课本 然后学课本里面的知识 那反而能够融入情境 孩子们的专业表现 让现场来宾相当赞许 而除了让孩子们学习茶艺文化 校方也安排经典诗词 以及传统文学引传课程 期望将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让每个孩子都能学习感恩 幸福的情怀 杰阳中华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